竹山镇有着优质的生活环境与方便的交通路线 是相当宜居的小镇 有鉴于此 有家民营长照业者也选择在照镜山上来成立 希望带给地方更加完善的服务 照福社会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它就是风景也很优美 然后我们这里 就是离博山高速公路也近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也有区域的大型医院 我们到台中也差不多35分至40分的时间 长辈要就医或者是復健都很方便 我想要把这里打造成就是舒适 然后适合长辈居住 然后让长辈能够在地老化 日前在这家长照中心开幕当天 议长何胜峰 立委许舒华与先议员蔡孟儿 及地方各界都到场线上出货 当中县府社劳处长林志忠 也期许透过这家长照中心的开设 让地方长者获得更好的照顾 我们南投县的老人已经超过9万人 老年人口已经达到超过18% 以目前来说竹山镇有11家的长照机构 大概提供741个床位 以竹山跟陆古地区需要长期照顾的人口 两个乡镇就超过3000人 所以说瑞宝长期照顾中心 能够加入住宿式的长照的一个服务的行列 那真的对我们这些 有需要长期照顾的这些乡镇们 真的是一大喜讯 议长何胜峰肯定长照业者的经营理念 也期许在长照中心用心服务下 提供完善的长照服务 照顾到更多有需要的民众 这间热烤的南投县 算上大间 应该现在现实是49层 应该这一两个月应该百多层 所以说尤其是这个环境 我们这些照顾什么 这个环境也有较好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设置这种构构 可以说对国家也好 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所以我希望 你老婆的努力 希望我们瑞宝 可以提供南投官 可以提供这些 有一个国家好服务 现今社会人口老化严重 完善长照服务 更是现今社会重要的需求之一 议长何胜峰也期许 透过政府与民间的努力下 让长照服务落实到社会每个角落 照顾到更多的民众 记者卢宇凯卓山采访报导